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 从今天开始,我会给大家带来UIKit练习防网页新闻首页的系列课程 希望大家可以从这门课程中有所收获 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门课程的概况 先从培训对象说起 我建议学习这门课程的同学要有一定的Swift基础和一定的UIKit基础 这样的话,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可能不会对太基础的东西做进一步的说明 我们只会对比如说语言或者框架中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部分或者难点进行一些简单的描述 然后过多的语法方面或者基础方面的东西不会做过多的提及 第三点呢,希望对工程化的应用开发模式有一定了解的同学 我觉得他可以在这门课程中学到不少东西 这也是这门课的我觉得一大亮点吧 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下这门课程要达到的教学目标 首先呢,我们这门课程最终要完成对网易新闻APP首页的实现 然后呢,这个实现一会儿我会给大家主要说明我们都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第二点呢,是对开发工程中所使用的空间 然后进行深入的了解 然后这空间包括scroll wheel和table wheel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其他的 这个会在课程中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然后呢,通过这门课的学习 我希望大家对Swift的这门语言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然后对语言的一些基本特性 然后还有它的一些高级特性也有一定的了解 然后最后一点是我们要在这门课程中学会工程化的开发思想 这样对大家以后的工作 然后以及和大家的协作 或者说以后大家自己的APP开发都会有很大的好处 说完了培训目标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这门课程的完整的教学安排 首先呢,我把整个教学分成了三部分 然后呢,这三部分是各有各的功效 首先第一部分是,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今天前沿 也就是第一课 然后呢,在下一节课程中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项目中使用到的第三方库的使用 以及他们的一些简介 然后呢,在第三节课 这是一节非常重要的课程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合格的VIO Controller的基本结构 然后这节课是给大家以后的学习做一下铺垫 然后让大家按照我们这个Controller的基本结构的要求去进行编码 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整个课程的重点 也就是对这个网易新闻APP的实现过程 然后呢,第一节课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King Fisher网络库的使用 这是基于Swift实现的一套HTPP请求的网络库 然后呢,接下来的两节课 我会给大家着重来介绍这个TableWheel的使用 然后呢,会对网页新闻客户端 因为它是一个基于TableWheel的嘛 然后它整个这个页面里面 一个大部分的篇幅就是一个TableWheel 然后它里面包含很多的Cell 然后我们在这两节课中会给大家做一个描述 然后呢,在下面的一节课 是TableWheel的上拉和下拉加载的一个实现 然后这也是一个客户端非常重要的功能 然后呢,剩下的两节课是 应该是给大家讲ScrollWheel的基本使用 然后呢,我们会依据ScrollWheel 实现那个网易新闻客户端首页的两个自定义空间 然后会给大家到时候着重描述 然后呢,第三部分是这门课程的进阶课程 然后我们来讲解一下如何 我起的名字是如何给Wheel Controller瘦身 其实这两节课我会重点给大家讲 嗯,一些功能的划分 如何把一些不属于Wheel Controller里面的功能的东西 把它抽出去 然后呢,如何对Wheel Controller进行代码结构的优化 然后将一些不必要的代码 我们不把它放在Wheel Controller里面 而是把它放在一些其他的类里面 然后用设计模式里面这种组合的这种形式 然后来实现一个更加优美 然后更加便于扩展 然后更加利于维护的Wheel Controller OK,现在给大家说完了整个课程的一个大体结构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这门课程的第一个目标 完成对网易新闻APP首页的实现 那我们究竟要完成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呢 然后下面我会以这个demo的形式给大家来展示 那么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网易新闻客户端的首页 也就是我们这回要模仿的对象 大家可以看到首页首先是一个大的一个table wheel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table wheel 首先它的最上面有一个可以来回滚动的 有一个可以来回滚动的一个图片栏 然后呢,下面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cell 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有这样图片标题 然后有一些详情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标签的这样的cell 然后呢,在下面大家可以看到还有这样有三张图片 然后以及一个title的cell 然后呢,再往下面 然后看到了刚才有那个下拉加载更多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看到 哦,还有这样的有一张图片 然后还有一个title这样的cell 所以说这个网易客户端 它的table wheel里面有很多的cell 然后呢,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教大家如何实现一个这样的table wheel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客户端的最顶部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可以滑动的分类的一个screw wheel 嗯,这个是用screw wheel来实现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通过它 我们通过这个东西 然后可以来回滚动 然后它可以点击 然后点击的时候 可以切换下面table wheel里的内容 而且点击的时候还有动画 然后呢,当我们下拉的时候 还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有一个下拉刷新 然后当我们拉到最下的时候 还有一个上拉加载更多 这就是我们这个网页客户端 首页的主要内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最顶端 我们还有一个navigation bar 然后上面有一个搜索的按钮 可以进入搜索页 然后呢,还有右边的一个按钮 然后可以进入另外一个页面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title 然后呢,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 网页客户端首页的基本结构 然后呢,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我就会带大家一步一步 然后教大家如何去实现 这样的一个页面 然后呢,会对其中一些 比较重要的知识点 然后给大家进行一些讲解 然后我们整个的客户端 将用auto layout 然后这样自动布局的形式来写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再对客户端进行 比如说像iPhone 5或者iPhone 6 6 Plus这样的去进行页面适配 然后我们只需要写号约束 它到时候就会是在不同的机型上面 然后也会产生一个完美的页面 哦,对了,大家还可以看到 在这个应用的最下边 有一个这个tap bar 然后呢,它可以进行一些功能的切换 但是因为我们这次课程只是模仿网易客户端的首页 所以这一部分内容就不在我们的课程内容当中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在麦子学院找一些其他的课程 然后来学习这个tap bar的使用 OK,给大家看完了这个demo 然后让大家对我们接下来的课程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 然后呢,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课程大纲上面来 然后第一部分就不说了 我们大家看一下第二部分 然后呢,我们刚才提到的table wheel 就是我们的这第二节课和第三节课 然后呢,它的上拉下载和下拉刷新 也是我们课程中的一个内容 然后呢,最下面的这两节课 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那个顶部的 可以无线循环的图片栏 然后还有最上面那个可以来回滚动 还有带动画的 带动画的那个segment control 然后呢,这几部分就组成了 我们整个课程这个页面的实现 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每一节课最后完成的代码 我都会上传到github上 然后供大家参考 然后希望在这节课结束以后 大家可以自己先下一个网易新闻客户端 然后进行就进行一些点击 然后看一看它都有什么样的功能 然后自己在脑海里可以先想象一下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去怎么样的实现这个页面 比如包括 包括这样循环滚动的啊 或者上面的这个segment control 或者这样table wheel 大家可以先自己考虑一下 怎么样去实现这样的页面 然后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呢 然后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然后这样便宜大家更好的去理解 今天的第一节课就说到这里 下一节课我会给大家介绍 我们在项目中使用到的第三方库 然后并且给大家讲解一下 cocoapod这个第三方库管理软件的使用 然后以后我们的整个项目都会基于 这个cocoapod然后来管理我们的第三方库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门课程中 有一定的收获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谢谢